有人吧 啊怎麼一堆人在上面 火警現場濃濃黑煙 直存天氣 鏡頭拉近一看 大約八九樓的位置 四五名工人爬到了鷹架上 在高空中求救 臉上表情十分驚恐 底下工人的家屬 焦急等待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來 上升 原本要升上去救人的雲梯車 半空中故障不動了 兩名原本在頂樓的工人 自己從鷹架一樓一樓走下來 全身被濃煙燻黑 脫困的工人套上氧氣罩 被送醫救治 但火場這邊情況依舊緊急 消防隊出動雲梯車 試圖控制火勢 並搜索待救人員 十一個消防分隊出動 至少二十六車五十四人前往 兩名傷勢較嚴重的工人 年約四五十歲被送到醫院救治 醫師說初步檢查 有吸入性嗆傷 背部灼傷 消防隊一個多小時內救出了十二名人員 大多受到驚嚇 根據瞭解 這處工地是正在新建的食品廠大樓 有工人透露疑似是以缺切割導致爆炸 但真正火災原因還得等警銷調查釐清 記者介博士SNG小組高雄報導